如意传中,齐太平说了句令人毛骨悚人的话 然后慷慨就死,那么问题来了,齐太平到底是谁,为何要舍命救如意,背后身份,令人十分吃惊 一开始,如意在院子里烧纸,齐太平看着如意,提醒她现在那个老太婆一个人在皇宫里面 随机会这些东西,你可要注意点,然后提醒完这些,也不理会如意了 自顾自走了,如意蹲在火旁说,现在倒是没人会察觉 不料一道声音如同惊雷一般,访问他们以为真的没有人知道吗 如意吓得手上的纸全部掉到了火中,而甄嬛看着她这样,还没开口 身边的丞翰就开始教训二人是不要命的东西,现在宫里严禁烧纸 你倒是不讲究起来,躲着烧纸前,罪该万死 索心如意低下头,不敢多言,甄嬛让丞翰不要大声喧哗 丞翰过去搭着甄嬛手,如意很是感激太后是第一个来冷宫看她的人 甘愿受罚,一旁索心也开始说好话,说如意天天在冷宫为你祷告 甄嬛听着也是感慨万千,但有罪当罚,质问如意为何感烧纸前 索心跪下求饶,请太后体谅如意一片孝心 但太后只按规矩办事,问丞翰违反公规,要受什么刑罚 丞翰回答步步红莲之行,而步步红莲是拿铁极力抄脚心,打下来,轻骨尽献 扶人起来走入骨头处地,踩下有如红莲 如意吓到了,为自己辩解自己烧的并非是纸钱 甄嬛一看居然是六字真言,如意说自己的向心是对太后 今日烧这个也是为了太后 太后冷眼看着丞翰,说她是要两面讨好 既然这样倒不如把这个步步红莲送于你好了 太后刚刚说完,只见挟刺之中窜出一人,手持匕首,往太后心口劈去 伏家成汉都没反应过来,如意下意识扑向太后 她知道太后若是在此出事,只会对她不利 那人也不忌讳如意,直直向她刺去 如意这时不小心划了一跤,向后摔倒,倒是避开了 索心伏家压制此人,随后是为制服他,才发现是吉太平 伏家看着是吉太平,二话不说就是两巴掌 吉太平抱怨自己杀不了甄嬛 甄嬛笑道自己永远是赢家 吉太平则说若不是有人救你,你早就是我刀下鬼了 太后随后就处置了吉太平,对着惊魂未定的如意说 你可要好好惜命,你的好日子刚刚开始 对于吉太平与甄嬛的只言片语,不难得出是之前落败的妃子 有可能是化妃一派,例如颂知,也极有可能是皇后一派 但皇后安琪拉战队全军覆没,就只有可能是颂知